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还不错 但也说不出哪里好 直到认识了他们 才发现那些 被我忽略掉的人事物 这位 努力想将观庙的文化发扬光大 他是观庙青社团负责人 取地围 他是一般的那种小摊子 所以他是配置大概一百年 我从国东毕业之后 就离开观庙 就住在外面念书 然后9年多的时间都在外地 后来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应该可以回到观庙做一些事情 2010年 在观庙的皮头社区 因为本来就是比亚陶 做了两三年之后发现 不对啊 我只认识比亚陶 对观庙一点都不熟 所以后来就慢慢的 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 就决定说成立观庙青社 观庙青社 因为我们很认真地在美国面前 是 我 观庙面的制作过程时间比较长 因为要再开 所以呢 因为我们常常跑外面 全台湾每个县都 都有去过 然后也参访过这样 所以对于民族间的一些意识 会比较 有一些自我觉察吧 之前的观庙是这么的 丰富 然后怎么觉得 这几年看起来很消沉 除了听说 凤梨卖得很好之外 但是观庙人没有特别对于 观庙在地的整个地域 有一定的共识感 就是 你可能出去也会讲说 我是台南人 但是你不会讲 我是观庙人 类似这一种 你要有很强的荣誉感 或者是 自信 你才会讲说你是哪里 我在观庙的人 真正不大的人 听到没说 大家去乘拍孙子 这个我有点不太确定 是要在那个露水来之前就收竹笋 这样 整排排的东西都同样 整排排的东西都同样 好 这这排 这排 你举手 这排 都是拿翁来 这排 都是拿铁头 拿铁头 太久了 对 那在旁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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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了解说 呃 官庙 拥有的东西 不 并不一定只有 眼睛看得到的 好 他的那种历史脉络的氛围影响 跟形塑 官庙人的生活背景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样 所以才会演这个端子 这位常与学校合作 带领学生 了解官庙的主产业与文化 他是 新光丽社区发展协会的顾问 人称宝哥 吴宗宝 这边的东西放在这里 因为 农村该有的特色还是 必须要让它留住 我为了这些话 我跟 就是 跟媒体 跟很多地方都讲很多次 这种东西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那这个也是最好 来 你们看 看原来的那边 有个卡通 有没有看到 有个 有龙猫 然后有大黄蜂啊 还有什么 因为我爸妈他们 一边 一方面也在这边乌龙 然后一方面 他们也比较习惯 农村的生活 所以他们两个人 就搬回来这边住 就不论我们住市区 然后我就这样想说 反正他们在这边 我干脆就归来这边陪着他们 对 然后随便去 玩一玩这个社区 那时候 就完全抱着说 就给大家玩一玩 所以离开这边之前 我都不知道西方 有那么多好的东西 然后一踏踏下来不得了 我都会真 根本就是一块保地嘛 这不好去处理怎么行 所以那时候 我就开始去想进 各种方式 比如说去承议这边 社区法院协会 然后开始找公部门 资源 一个一个来协助 然后按照 开始做填料 发现的一些问题 跟这边的一些优点 直接在这个 池子上绑出来 就是旁边那一株 往这两边 你们马上就可以比对 那是比较大的 那个叫赤足 赤足就是因为 他这旁边的经纪 来命名的 好啊 你注意看 他每一根里面 都有两到三枚 甚至有的是 四枚的一个侧枝 然后他只要是 那个土地越平息 这个枝 这个侧枝会长得 越粗越大 然后他可以 靠着这些侧枝 靠着这些侧枝 整个互相交错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 那个赤足 除了你能够去处理他 不然 让他自然成长的话 他是密到什么 连那个老鼠 穿不过去 所以这些年轻人 他们愿意来做这些事 我都很支持他们 所以你们可以发现说 像现在的官庙千云 官邁千云当时 那个地位 他就要成立的时候 我就是第一个支持他的 对 而且他们办了一些活动 只要我方的上班 我都一定会协助他们 因为我知道说 设照这种东西 他只要一段成 要接下来就会 这个千万不要对人 哦 而且 一样的 不用的说 不要控制他 千万不要对人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们在当中的一小段 就是说 很光妙的竹编 成品的形态 其实是适应各种 不一样的生活 譬如说 晒面的 或者是晒以前的 寒鸡汤啊 或者是晒菜包啊 的那个行字的大小 其实都不一样 有台 有甘帽 有台 台 他都说大了 黑 小了 就是不一样的大小 这个东西是蛮有趣的 官妙这个地理理环境 适合生长竹子 然后这边的人 善用这里的地理环境 拥有的自然素材 做竹编 然后变成竹编产业 那也非常的融入 在自己的生活中 也使得官妙有一定的竹编盛世人 在早期 那现在是比较默默 所以现在都是传统的手工 却选东西的原因 就是他们团结力蛮强的 现在已经 因为这几年这样 各个活动表演办下 他们蛮习惯可以做表演的 已经有自己的舞台风格了 这几年这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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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感受就是 社区真的不是人在做的 你没有那种自己有非常的有自信 然后真的要自己要非常有热情 你到社区混不了几年 又混不下去 也很高兴 至少星光 从97年一直到现在 已经迈入第12年了 我发现它真的 还是有一些发展 还是有一些改变 本来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 的环保观念的一个社区 我们有机会去得到 全国轻轻家人的第一名 有机会去得到 全国的国家环境教育奖的肌肉奖 这表示这几年 我们的努力真的被人家看到 甚至的让外国 听到相关的讯息 都愿意引来这边 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我自己认为 有官庙还有人想要出来 做一些市长 说不定我把这些年轻人 或是中生代 或者是一些长辈 他们也想要做什么 把它集合起来 那官庙是不是变得更能量 然后我做了这些东西 然后也认识这个地方 了解这个地方 所以希望说他们以后 长大就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都 他们花这幅花的时候多少算 你看这边是2007年 现在已经2019年 所以是12年前 比方说他们现在不在 可是他们往后再过几年再回来 看他们小说 国小的作品 他们一定会非常有想法 然后也就会很想要去 留在这个地方 07年喔 12年喔 一轮吧 对 07年我叫青蛙国小小小朋友做 布一贴在这边 就是希望说 给他们一个观念 说要爱护自己的社区 然后要留在这个社区 因为拍摄 认识了许多人 看到了他们 对观庙的爱与期待 希望未来 有更多的观庙青年 一起来让观庙更好 成为观庙人的骄傲 对观庙人的骄傲 现在做这个 它就都没了 都不够算了 你还要他 他说自己的生活 没人要做 对啊 这个时尚宝 我为什么要弄去做 你狗娘 哈哈哈哈 他真的有狗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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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不要来 哈哈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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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